他的架構就會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在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看一下那個我們的方案總管 我想這個方案總管一定要找到 方案總管裡面的話 自動就會產生這麼多的一個這個檔案 不過特別注意 裡面很多是用不到的 暫時都用不到 可是他就是太自動 已經幫你什麼都想都規劃好了 比如說裡面的這個account 這個account是有關那個登錄的賬號 這個已經會用已經有了 那你可以暫時不用理他 那還有這個什麼app data 主要像我印象中好像是放那個database 資料庫的 還有一個script 這個一個 我們client端的那個一個script語法 類似放javascript 還有那個style style就是放你的樣式樣式檔 那還有什麼about 不過這些我想前面都用不到 你可以暫時可以忘記 你就反正暫時你就 你就不要去理會他 那你說他為什麼用暫時用不到他會產 因為他反正先幫你考慮好了 你不用暫時放著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就是這個default default的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首頁 也就是說將來我們執行起來 會看到的部分 那我把它打開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就在這個地方會看到 什麼歡迎使用asp.net 那我們上禮拜的範例就是在這邊 加了三個元件 第一個元件就是Label 這個Label 然後加了一個什麼 Texbox 然後並且在這邊加一個button 然後呢 在輸出的結果的地方就是 您輸出的姓名為 後面再加一個Label 跟這樣這個前面是直接打字上去 前面這兩個這個才是Label 所以我們加了三個元件 第一個元件就是Texbox 那我們可以從工具箱裡面 找到這些元件 不過順便講一下說 我比較建議就是將來各位 工具箱 可以把它固定住 我的習慣是樣 那怎麼固定住呢 這邊有回文針 你就把回文針怎麼樣 點下去之後 他就會直接幫我固定在這個位置 固定在這裡 回文針 OK 把它點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佈局 就是第一個Texbox 你就先打一個姓名 冒號 然後把Texbox放上來 放上來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將來 慢慢各位要習慣 當你點選了這個Texbox之後呢 這邊的屬性 就會出現 那所謂屬性裡面最重要就是 決定他的外觀 還有決定他的名稱 那裡面我只有改一個 就是他的ID ID我把它改成叫做TexName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TexName 他的ID的名稱 那將來撰寫程式的時候 就靠他 所以特別注意 你如果我說在命名的時候呢 一定要 記得很清楚 否則你將來 這個畫面上面的那個 這個 你在設計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你的物件 到底是哪一個 OK 然後另外的話 旁邊在佈局一個 放一個Button Button部分的話是在這邊 他是